虽然南韩和北韩 都有一个韩字 而且两国之间 仅仅隔着一条北纬38度线 但是从体育比赛失败就要受罚 到只有10种法型提供选择 再到只要一说错话 就会被丢去做苦意 这两国之间的差异 根本就是犹如天与地。 就和许多国家一样 北韩人也热爱体育项目 像足球、排球以及篮球等运动 在普通民众中都很受欢迎 而且朝鲜也有一群精英运动员 截至2022年 他们一共获得了57枚奥运奖牌 其中16枚是金牌。 在世界舞台上 北韩在举重、体操以及柔道方面 都与着不俗的成绩。 北韩的运动员基本上 会得到国家的清理栽培以及不错的待遇 不过据说 但凡你是个拿不出成绩的运动员 北韩也有一系列的处罚 等着你去受。 另一方面 韩国人则热衷于足球和棒球 不过他们在体育界中 最出名的是跆拳道 这是一个现在全世界 到处都有人在学习的武术。 韩国在奥运会上 也有着亮眼的成绩 他们一共获得了366枚奖牌 其中129枚是金牌。 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韩国人在射箭、跆拳道 以及短道速滑方面表现得最好。 北韩的土地上有 且仅有一个国际机场 而且非常之小 毕竟他们每年大概只会接待 约6000名的国际游客。 由于要接待的人数不多 所以这个机场超级无敌简陋 只有两个航站楼以及几家咖啡店 和免税店工程客们使用。 这里顺带一提 他们机场的第二航站楼 是在2015年才建成的。 也就是说在2015年之前 这小小的机场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航站楼。 不仅如此 虽然在我们印象中 机场都停着很多不同航空公司的飞机 但在北韩的机场 只有两个航空公司允许进出 那就是中国国际航空 以及高丽航空。 高丽航空是北韩唯一的航空公司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一星航空公司。 通俗点说就是 世界上最烂的航空公司。 因为他们飞机的座位非常老旧 食物也超级难吃。 反观韩国 他们土地面积虽然不大 但却有8个国际机场 还有好几个居民共用的飞机场。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 莫过于人川国际机场了。 人川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大 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机场内部除了基本的设施 还有室内花园、溜冰场和真房 甚至还有高尔夫球场。 该机场每年会接待 超过5000万名旅客。 一共有60多家航空公司的飞机 进出该机场。 人川国际机场自2005年以来 每年都被评为 世界上最好的机场之一。 旅行 嗯,大家应该都知道 北韩有着很严厉的所国政策。 不仅外边的人进不去 里面的人也出不来。 所以北韩的护照 就成了这个世界上 最稀有的官方文件之一。 只有最值得信任 和经过多番审查的公民 才能拥有护照。 通常是用于学术交流 体育竞技 和政府商务等活动上。 不仅如此 北韩人甚至也不能 在自己国家自由旅行。 他们需要特别许可证 才能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镇。 与没有自由的北韩人相比 韩国人反而自由很多很多 他们可以去任何 他们想去的地方。 根据2022年伦敦移民资选机构 Henley & Partners的调查 韩国护照的含金量 与德国并列世界第二。 持有韩国护照的人 可以免签入境 全球190个国家或地区。 每年都有超过1600万的韩国人 离开自己的国家 去探索其他地方。 毕竟不用搞签证 审心又审力。 在北韩 人民连留的发型 都有严格的规定 男性只能从10种发型中选择 而女性则有18种发型选择。 重点是 当他们进入理法院时 如果当时的发型 是未经国家批准的发型 他们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不仅如此 当地女性的衣装打扮 也是保守到 能让原本年轻的女性 一秒变阿嬷。 短裤、短裙、露背妆 都是不存在的 勉强跟时尚挂钩的衣服 也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 不过化妆品在当地 富有的女性中依旧很受欢迎 金正恩和他的妻子 目前一直向其国民宣传 北韩亲自出产的化妆品 以避免他们取得 来自外国的美容产品。 至于韩国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国家的美妆以及衣装风格 都是走在时尚尖端的 韩国人可以自由地打扮成 他们喜欢的样子。 在韩流的影响下 韩国的化妆品、服装以及整容手术 每年都会给该国 带来不少的经济收益。 西方国家习以为常的夜生活 对于北韩人而言是不存在的。 虽然他们的首都确实有一些酒吧 或类似卡拉OK的娱乐场所 但基本上这些地方 只有精英社会分子才能进入。 不过这并不代表北韩人不需要娱乐。 曾经有一位脱北者表示 当地会有许多学生聚集在一起 他们会在那里跳舞 甚至播放来自韩国的流行音乐 就像个临时夜总会一样 虽然这样的行为得冒着 被送进监狱的风险。 不过但凡是个人 都会有想要短暂逃避现实、 娱乐放松的内心吧。 而韩国的夜生活 想必有看过韩剧的人 都略知一二。 他们的酒吧和俱乐部 遍布全国各地 从廉价的大学酒吧 到昂贵的高档俱乐部 甚至街边也有各种大排档 认真选择。 接下来IU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很离谱的数据。 在北韩每一千人当中 只会出现11辆汽车。 而在韩国每一千人当中 则会出现475辆汽车。 这是因为北韩人基本穷困潦倒 所以汽车对他们而言 只是一种奢侈的代步工具。 虽然他们国家是有一家名叫 平和自动车的汽车公司 但该国的汽车产量 只是美国一年产量的0.05%。 可见他们国家的汽车需求量 有多么的小。 反观韩国则有着世界上 最大的两个汽车品牌 奇亚、KIA和现代、Hyundai。 自2005年以来 韩国已经连续10年 蝉联世界第5大汽车生产国了。 就像工作一样 北韩人民连居住的地方 都是由政府分配的。 基本上没全没事的普通国民 都会被分配到乡下 那里普遍没有暖气或正常的管道 空间也很狭小 只有少数和政权扯上关系的人 可以住在首都的漂亮公寓里。 而韩国人可以自由地 选择他们想住的地方 只要你有钱 你想住将近房 都不是问题。 据说在2020年 你每个月只要交付 540美元的租金 你就能租到一个 45平方米 且附带全套家具的城市公寓。 虽然听起来不太便宜 不过如果你把这个价格 与日本或新加坡相比 它确实很实惠。 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 而是会庆祝对国家而言 很有意义的节日 像是独立日 光复节等等。 尽管北韩有让其公民 拥有言论与新闻自由的宪法 但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北韩的各大媒体 都受到严格的监管 记者只能发表 对国家有利的言论 但凡行差踏错 都会让记者被判监禁 或者被丢去做苦役。 他们的政府 甚至掌控了所有的电视台 严格控制 向全国人民播放的内容。 而韩国相对来说 是更加自由开放的 每个公民都有着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2019年韩国电影《寄生虫》 甚至成为了首部获得奥斯卡 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电影。 北韩的医疗体系十分糟糕 虽然表面上他们声称 他们国家的国民 都拥有免费的医疗保健 但这并不是每个北韩人 都能轻易获得的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 事实上北韩的医疗 只提供给城市里的有钱人 但即便这样 他们的医疗资源也极度稀缺 很多医院都是在没有暖气 甚至没有电力的情况下 运作的。 所以在北韩你甚至可以看到 一个医生用一个 以电池供电手电筒 在进行手术的场面。 韩国人也有着免费的 全民医疗保健 但和北韩不同的是 不论贫贵贱 每个韩国公民 都享有这份保障 而且韩国很多大医院 都有着一流的医疗设施。 由于北韩严重依赖 自己的粮食生产力 而粮食欠收 曾使该国陷入致命的饥荒 导致数百万人丧生 因此很多家庭都靠吃泡菜 玉米 土豆和包菜为生 肉类在他们的饭桌上 属于稀缺食材 因为肉在他们国家 实在是太贵了。 顺带一提 牛肉在这个国家 属于蒸羞盛宴 因为普通的百姓 几乎没有机会吃到牛肉 除非他们成为了 该国富豪圈的一份子。 而韩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一个 很喜欢吃肉的国家 就算是平民老百姓 也能吃上肉。 很多很受欢迎的韩国菜肴 基本上都是肉菜 像是韩国炸鸡、韩国烤肉、 人参鸡汤等。 北韩的农村地带 是不存在餐馆的 只有生活在 首都平壤的社会精英 才有机会享用 那为数不多的餐馆。 那里不仅有 在地的北韩餐厅 也有一些外国餐厅 有助于迎合 外国游客的口味。 至于韩国 不用挨诱多说 大家也知道 那里美食很多 从街边小吃到在地美食 种类都不胜数。 在北韩 17岁之前的教育 都是强制性的 但他们教育的重点 重在洗脑。 北韩的孩子 从小就被灌输 金氏家族 就是天地父母的思想 所学习的教科书 也被加工过。 虽然北韩也有大学 但只有天赋异禀的天才 和富家子弟 才能进入该大学就读。 反观韩国的学习风气 就自有许多 而且韩国是世界上 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70%的人口 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不过虽然教育的 质量很高 但在该教育体系之下 他们的竞争也很激烈 这对许多 每天在学校和预科班上 花费多达16个小时的学生来说 是一个负面影响。 如果你看过IU之前 揭露北韩巨人秘密的影片 那你应该知道 北韩的军人是多么的可怜。 北韩政府强制所有男性公民 与高中毕业的女性入伍服役 男生必须在军队中服役10年 而女性则需服役7年 他们除了要面对 恶劣的环境 还要面对严重的饥饿问题 由于他们餐餐 都是两个土豆或者一根玉米 所以大多数的军人 都会营养不良 而韩国因为北韩持续的威胁 所以他们不得不保持 他们军事的活跃度。 韩国军队的训练非常紧绷 据说他们甚至会 让新入伍的士兵们 进入一个充满痛苦气体的房间 让他们感受化学攻击的影响。 你觉得北韩人民 最辛苦的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